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味是让人身体给发出的 这可是费症 太狡猾了这两个人 宠物犬能否完成追踪任务 成为工作犬 神探求求原来如此 急将补出 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过来了 这怎么回事 从哪那么一只小伙过来 帅气吧 还给他 还给他打一个这样的衣服 对啊 不明显的叫做宠物犬 大圣 这可不是宠物犬 这是井犬 被拉倒了 井犬 真的 这不是普通宠物犬吗 宠物犬是人们为了娱乐或者消除寂寞 惯养的犬 而井犬是经过训练 执行特殊任务的工作犬 那么宠物犬能成为工作犬吗 为此我们在栏目微博上 征集大家的观点 在大家发表的观点中 一些人认为 宠物犬经过训练可以成为工作犬 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 宠物犬就是宠物犬 不可能成为工作犬 宠物犬即便是受过训练 最多也只能帮助人们做一些生活中的小事 不能成为执行特殊任务的工作犬 平时说到井犬 大家都认为是那些身材威猛 有着纯重血统的名犬 不过在一些人群密集的场所 那些高大威猛的工作犬 很有可能会吓到老人和孩子们 如果把温顺乖巧的宠物犬 训练成身怀绝技的工作犬 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些问题 屈正敖看到栏目微博后十分感兴趣 经过筛选作为本期节目的志愿者 他的观点和我们的实验达人命远一致 不相信宠物犬能够胜任工作犬的工作 刘童是实验达人马孝书 在栏目微博中找到的宠物犬训导员 据他介绍 球球今年四岁 就是他训练的追踪犬 可以根据目标人物留下的气味线索 比如说毛巾 衣服 鞋子等物品 进行秀态 追踪到目标 并迅速将其制服 本期节目中 大正和小念会使出很多新奇的方法 来测试这只宠物犬的追踪能力 看他究竟能不能完成工作犬的任务 人海战术 选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是否能够找到目标的方向呢 紧铲脱鞘 换了衣服 犬还能继续追踪吗 鱼心大发 浓重的气味能不能干扰追踪呢 高频曲构 高频声音 能否取地工作犬 摆脱追踪呢 渡河断味 河水冲走气味 还能继继继续追踪目标吗 封闭气味 把气味封闭起来 全能否辨认出追踪目标呢 别看我们长相温顺 实际上非常凶狠 只要是碰到目标人物 要不要试一下 试就试一下 这谁怕神啊 真的 不后悔 这得需要你们俩搜索谁 我就做试验瓶吧 什么 大建筑 就让他来找我 行不行 行 一小时内也找不着我 正当大正和马小叔 回程商定地是堆子的时候 小宁晨大家不停 小宁晨你干嘛呢 别摸别摸你 你会咬你 对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意义 大家闻点什么气味啊 你是有穿过的衣服 我都可以 行 我回头我给他找一件 我那背心去 去拿吧大正 好好好 行 你别吵跑了啊大正 要回来哦 聊聊天 大正回到车上 找到了一件 自己穿过的背心 作为球球秀叹的物品 谢谢 小同把它拿给球球 闻过之后 实验开始 好 根据规则 大正小宁先出发 十分钟后 球球开始根据气味 进行追踪 一个小时之内 找到大正 他肯定找不到 小宁 行行行 不光是咬他一个 来来来 祝你好用啊兄弟 要跑到 小宁 小宁 走吧 进去看不到吗 咱们 来 好 同同你说 打正和小宁出发后 马孝叔 就显得有些信心不足 你都不信了 为了证实求助的本事 那好吧 咱们就去看 先让马孝叔 接识一下 是什么样的 好吧 行 好 球球 看你本事了 走 走 你说他能行吗 没问题 我跟你说 看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 没见过吧 这是跟踪器 原来小宁刚才在球球身上放了一个跟踪器 这样一来 跟踪器就可以通过GPS定位到球球的位置 并发送到电脑上 显示出位置 为了能够显示大阵与球球之间的距离 小宁还将一个同样的跟踪器交给大阵 你给狗按了一个 我带一个 你知道狗和我的位置 那我怎么知道他的位置和我的距离 哎呀 问得好 对讲机 为了联系大阵 小宁还准备了两部对讲机 这样一来 大阵更是信心十足 觉得对付这只宠物犬 根本不需要费太大功夫 只要在人群中这么一钻 他就没戏了 来 走 装身上 然后你下一步怎么办 我觉得啊 在人多的地方 在狗绝对失灵就没戏 狗不可貌相 这个东西 它虽然长成那个样子 但是没有人也真是经常 不过小宁却觉得 马孝叔他们似乎是有备而来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还得多想些办法 于是两人决定很好行动 狼尺犬的祖先 大约在一万四千多年前 狼群中有一些不愿不失的个体 开始主动与人接触 清扫吃剩的腐肉 后来便与人达成了 以劳动换取食物的共识 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 他们的体型逐渐变小 牙齿开始退化 愿意工作 拼从指令 这样就可以得到食物作为奖赏 并且把这个聪明的基因 遗传了下来 狼群中继承了以劳动换取食物的一只 逐渐被驯化为工作犬 它们凭借着威猛的身材 超长的嗅觉和听觉 担当起缉毒 俗报 救生 追踪等特殊工作 而一听从指令换取食物的另外一只 逐渐被驯化为宠物犬 它们身材娇小 静个温顺 然而球球是植贵妇犬 生性温顺乖巧 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宠物犬 那么经过训练的宠物犬 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呢 来球球 给我展示一下 走 这些科目虽然有些难度 不过对于经过训练的宠物犬来说 并不算什么 仅凭这点本事 即便是追上大阵 球球又如何能将其制服呢 在马孝叔观看球球训练的同时 大阵已经开始实施 他想到的第一个 摆脱追踢的实验方法 人海战术 大阵所用的人海战术 其实就是利用造势中 人以及物品的气味 来掩盖自己的气味 因为人始终会散发出 一些细微的气味分子 这些微小的气味分子 会在空气中滞留一段时间 也会依附在地面 或者物品之上 造势上的物品 也会散发出一些气味分子 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 犬还能分辨出 打阵的气味吗 它还能继续追踪吗 为此我们将在实验工厂 进行一次特殊的比试 比试双方分别是 宠物犬毛毛 和工作犬军宝 比试的题目 全部来自于我们的实验达人 骨血蒸从微博上 征集到的方法 这里我们准备了一个实验 这是一包违禁品 可是我只闻到了纸的味道 违禁品包括爆炸物品 剧毒化学品 泥药毒品等等 不过我们准备的 这包违禁品并不违法 仅仅是我们燃放的鞭炮而已 实验工厂面积大约有400平方米 里面存放着上千种的物品 各种物品混杂的气味 充满着整个测试空间 这根墙子绝对没有问题 开始 这么促态的狗狗 它是叫肉肉吗 它叫妈妈 它行吗 它肯定行 耿昭对微博中的话题 十分感兴趣 它还养着一只十分聪明 听话的宠物犬 虽然没有经过什么特殊的训练 但是嗅觉十分明明 不管是把好吃的 藏在什么地方 都逃不过它的鼻子 引栏目的邀请 它来到实验工厂 你轻轻的来又轻轻的走 什么也没有找到 看来宠卷是不行 那咱们就得找来专业的工作去 看看它能不能够找到我藏的这么严实的东西呢 开始 这一回出场的是工作犬 军宝 在执行重要会议 大型集会的安保工作中 曾立下写贺战功 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您来到实验现场 哇 这个很精神 是 那您这是什么犬种 孙文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66399部队 军犬训导员 从事军犬训练长达十余年 是研究犬的专家 应栏目的邀请 他来到实验工厂 接下来 omos在这的 夏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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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太牛了吧 军衔这个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我刚才看到您那个苏爆犬 搜到了这些爆炸物之后 它卧下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苏爆犬 要求做到 不准不能扒 不能填 不能叫 发现爆炸物品以后 立马以卧下或坐下的方式 向训练员射击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 宠物犬毛毛没有完成任务 而工作犬军宝很快就找到了违禁品 说明反杂的气味并不能掩盖目标气味 干扰工作犬的嗅觉 那么经过训练的宠物犬球球 能不为气味的反杂 在造势中嗅到大阵的去向吗 所有的犬种几乎都是 或者秀聚的天才 球球也不例外 经过专门的气味强化训练 都可以秀出指定的气味 然而要想成为中充犬 还必须在发现目标后将其制服 可是球球是直温顺乖巧的贵妇犬 还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原来 三长 一终 三长 九九ár 九남 你真棒 您真厉害 那是 确实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对 您别说 咱光在这训练的时间差不多了 咱得赶快去吧 别让他们走远了 咱们现在就追他们去 好好 此时大阵已经穿过早市 马孝叔他们从训练场出来 刚回到大阵出发的地方 目标人物大阵究竟在哪 马孝叔刘彤都不知道 而球球却显得十分兴奋 似乎已经嗅到了目标 一路小跑奔向早市 早市上人来人往 对于这样一只 神穿行犬背心的宠物犬 大家都感到十分奇怪 丝毫没有恐惧感 这也像是训导员将宠物犬 聚练成追踪犬的初衷 不过球球的表现 就让马孝叔溺了一把汗 在早市中这么多人 还有东西 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 能找到线索吗 大阵真的来过这里吗 会不会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 不过训导员刘彤却是信心满满 因为犬的嗅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对于众多的气味 人可能无法分辨 但犬就不一样了 就炖肉而言 人只能闻到炖肉的味道 而犬可以闻到胡萝卜 肉 洋葱 还有其他调味品的味道 几乎每种味道 都逃不过它的鼻子 在看似漫步惊心 走走停停的搜寻过程中 其实球球并没有受到繁杂气味的干扰 正沿着大阵刚才奔跑的方向 缓慢前行 大阵所用的人海战术 仅仅是放慢了追踪的速度 来一招金蝉脱鞘 金蝉脱鞘 换个气味 能否摆脱追踪呢 狗粮 鸟腿长 榴莲 会不会影响秀态 哎对 我这还有一个好东西 蜂巷 鱼星 声音干扰 对照 虫物犬能否继续追踪 神探求求 原来如此 真在复出 大阵为了在一开始赢得主动 尽量拉开球球与自己的距离 以最快的速度穿过了造势 一头扎定脚下 此时大阵觉得 造势上混杂的气味 足以让追踪他的球球 忙活一阵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大阵还是不敢怠慢 于是他又想到了另外一招 对球球的追踪能力 进行测试 接下来 来一招 来一招 金蝉脱窍 大阵换了衣服和鞋子的目的 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气味 变得淡一些 在混杂上别人的气味 来测试宠物犬的追踪能力 混好衣服后大阵显得更加有把握 还特意留下了一张纸条 气味看不见摸不着 是一种溶解于空气中的化学物 能够被嗅觉系统感知 人体气味主要是二氧化碳 磷酸 尿素 尿酸等物质 并且每个人的气味成分中 各种物质的多少都不一样 就像身份证一样 有一组唯一的气味信息编码 而犬是嗅觉的天才 他可以利用发达的嗅觉 识别气味中的一种 或几种物质成分 来锁定目标 小宁意识到大阵 想要摆脱求救的追踪 并不那么简单 仅凭气味来掩盖行踪 或许根本行不通 得找个气味更重 更刺激的东西才行 鱼就是小宁想到的方法 因为鱼的腥味是一种安类物质 一旦沾上很难洗掉 追踪大阵的宠物犬 一旦吸入这种安类化合物 就会附着在呼吸道里 影响到嗅觉 说不定就能掩盖住大阵的气味 幼陶犬沿着鱼的方向追踪下去 呼叫大阵 呼叫大阵能听见吗 听得见 小宁你说 那个我现在已经从超市出来了 我给你买了一些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味道很浓烈的鱼 咱们这回要使用的是鱼腥大法 对了 我问你一下 现在这只狗跟我有多远的距离 现在我这个跟踪器上显示的 离你还有一段的距离 你就一直往前走 到前面的那个村口汇合 那我们就那边汇合吧 好好好 咱们待会见 球球从早市一出来 就像撒了花似的 一路小跑钻进了小巷 似乎目标就在前面 不过这条小巷 是不是大阵刚才经过的呢 球球会不会在追踪的过程中出现错误 马晓初始终是半信半疑 当来到医护人家的铁门前时 球球突然停住了脚步 似乎发现了什么 我觉得它好像在往这边找 反应比较大 对对对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吧 走 走进去 走进 好 秀 秀 在院子里球球不停地闻来闻去 似乎这里的每一处都转发着熟悉的味道 应该就在这附近 有线索 在哪呢 经过一番搜寻 球球在一堆砖头旁边站住来 似乎对上面的两只鞋特别感兴趣 就像是当初闻到大阵背心的样子 突进如此旁边的墙上还搭了两件衣服 完了 金蝉发现 那是说明他换衣服了吗 球球找到了大阵换衣服的地方 证明追踪路线没有错 马小初这回总算是放心了 那么人在换过衣服后 是不是身上的气味就变淡了 在掺杂上别人的气味 却还能分辨出来吗 为此在实验工厂里 呼血蒸入一个类似的方法 分别对宠物犬和工作犬进行测试 还是这包违禁品 我先给它找一个塑料袋 把违禁品放进塑料袋 气味就会变淡 就像是大阵换了身衣服 我再找一些气味浓重的东西 烧鸡不错 狗应该很喜欢吃 这不错 这是点衣服 谁的衣服 这么大味 我估计这也不错 还是烧点什么 这不错 天哪 这绝对够味 这行 这不错 呼血蒸用食物 衣服 结的味道来掩盖违禁品的味道 就如同大阵想用衣服上别人的气味 来掩盖自己的气味一样 三种不同的物品 虽然都有很重的气味 但仅仅将违禁品藏在这些物品中 呼血蒸觉得似乎有点简单了 为此他还准备了三个一样的包 三种不同的物品 三个相同的包 在往包里面装东西的时候 呼血蒸趁人不备 已经将为禁品藏进了其中的一个包 那么会是哪个呢 现在呢 我把三个包里边 搁的气味很浓的三种东西 然后把爆炸物藏在里面 他还能够找得着我的爆炸物吗 没问题 那行 那咱们让他们试试 走 走 走 你这么快要确定 确定 真的确定在这里面 那咱们试试 还真在这里面 放着这么味的东西 他居然能找得着 工作犬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就找到了违禁品 那么宠物犬呢 又是毛毛 不是那个啊 不是那个啊 还没有 有什么发现吗 你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放呀 肯定放东西了 要不然让它再试一次 行行 来 毛毛咱们再试一次 来 是不是这个呀 咱们看看 看看 原来你们毛毛看上的是这个呀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 工作犬很快就找到了违禁品 而宠物犬找到的却是吃的 那么大振换了衣服后 追踪他的宠物犬球球 还能找到大振的行踪吗 那怎么办 球球还能找到吗 肯定能找到的 不管他是换衣服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他都能找到 他气味是从人身体里发出的 他是改变不了的 那既然这样 不归远逐 走 妈 球球 你这屋更重了 走 球球走 来 从地图上看 球球从小巷里一出来 便静止奔向村外 打身的这招金蝉脱鞘 看来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我现在已经到村口了 你到哪边了 大振连是两招都没有摆脱球球的追踪 那么小妮想要利用鱼的鲜味来掩盖大振气味的方法 能摆脱追踪吗 你还挺快的 是 我这有地图我超近倒过来 买的什么鱼 你闻闻 你先闻闻 这么新啊 你看 先倒点 看 你离咱们有多远 甚至这衣服这点已经过了 我换了衣服还能闻得出来 怎么得赶快给它甩掉 对 我这还有一个好东西能跟你说 什么好东西 看着 这可是专业东西 专门带出来的 这什么玩意儿 测风表 这箭头的方向指的是 风来的方向 对 风来的方向 村子在那个方向 你看 箭头 箭头 风是现在 车封以箭头所指的方向代表风来的方向 因此小妮认为 应该把鱼放在上风口 让风把鱼的心味 吹向刚才大振跑过的路线 然后大振从另外一个方向跑 这样球球就会沿着黄花鱼的方向追踪下去 大振和小宁一边走一边将黄花鱼撒在路上 一直想逆临深处走去 这次我看这篮头还能不能找着 真得抓紧时间 它这边 提担越来越近 往那边 在布置好后 大振又折了回来 顺着另外一条小路跑掉了 黄花鱼在烈热的暴晒下散发着浓烈的腥味 阵阵微风将这股气味吹向了村子 那么只要宁享用鱼的心味干扰犬的嗅觉 掩盖大振的行踪 这种方法是否管用呢 为此在实验工厂 胡雪征也准备了一些刺激性气味的物品 来掩盖微浸品的气味 对宠物犬和工作犬进行测试 狗粮 蚊香 火腿肠 洋葱 榴莲 是这次测试的五种物品 把这包东西放在哪儿好呢 找一个合适的 首先不能放到狗喜欢的东西里边 走 这味道很重 这不行 经过反复思量 胡雪征决定 把微浸品藏在流人底下 实验准备就绪 首先出场的是宠物犬毛毛 又打算怎么折腾我们家毛毛呀 我给你家肉 我准备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好吃的 有多好吃啊 嗯 现在是秘密 不过她得给我做个实验 又做了实验 来 毛毛 她又给你做实验 别走你吧 轻点 狗粮对于毛毛来说似乎没有什么诱惑力 一掠而过 洋葱 刺激性的味道更是不好闻 火腿肠 这个倒是蛮有诱惑力的 在火腿肠面前 毛毛表现出犬的本性 什么都不顾 拽个腮帮子打吃起来 哎呦 有毛毛 哎呀 太好吃了 连走路嘴里也叼着吃的 根本不理会旁边有什么东西 闻都不闻一下 到了留点天前 毛毛似乎还在回味着刚才 左腿肠的味道 根本不予理会 疯 真够沉的 哎呀 你们家这狗真该改名叫肉肉 哎 看来宠物犬还是不行 就吃行 什么也找不着 看来咱还得把专业的工作犬叫上来 看看它能不能是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你好 这个还是这只帅狗啊 你们这狗在碰到自己爱吃的东西的时候也会直接上去就吃吗 对于铲来说 美食每条犬都喜欢吃 但是呢 在它工作的时候不允许它吃任何这个食物的 你之前说的我都相信 但这个我不太相信 我觉得吃东西绝对是狗的天性 我相信它一定会铺上去直接吃掉的 不信咱们试试 好 工作犬果然和宠物犬不一样 一上场军宝就对五种物品逐一秀态 当走到藏有微信品的榴莲旁边时 它反复地稳稳 一转身甩头又往回走 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看起来榴莲的气味似乎起到了干扰工作犬嗅觉的作用 然而 当军宝再次秀态后 发现了里面的秘密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榴莲的气味 虽然对犬的嗅觉有一定的干扰 不过并没有影响到秀态 而宠物犬显然无法抗拒食物的诱惑 而球球是吃宠物犬 虽然经过训练 但它会不会也经不住鱼的诱惑 饱餐一顿而忘记了追踪的任务呢 会不会对球球的那个嗅觉有影响啊 应该会有影响你看他也在闻嘛 那个但是一般训练的犬呢都会对这些吃的呀什么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他会完成自己的任务是第一的 他不会去吃是吗 基本不会受这些的影响 也就是说大正想要干扰咱们 我觉得这对于咱们警权来说没息 OK 继续走 球球 加油 加油 球球 球球 球球顺着黄花鱼的方向 带着马孝珠和刘童走进了灭里深处 看来小宁的这招还真管用 似乎成功摆出了球球 真乖 你太厉害了 又有一个纸条了 鱼心大法 他说的鱼心大法应该就是他用的那个咸鱼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包既然在这儿 肯定就顺着这条路找吧 马孝珠觉得大正就在前面 应该继续往前追 但是球球却并没有往前走 原地掉了头 又回到了嘴出进入蜜林时的茶路 他好像在掉头 人体气味的存留和环境关系十分密切 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分解气味分子 风也可以将气味分子吹散 这都会影响到追踪 不过犬的鼻子也是十分灵营的 它可以从一千万个分子中捕捉到一个气味分子 因此大阵经过的地方不管是空气中还是草丛里 只要残留一丝气味都逃不过他的鼻子 鱼的腥味虽然影响到球球的追踪绕了弯路 不过地图上显示 球球经过嗅探还是很快找到了追踪的方向 鱼星大法也未能摆脱追踪 鱼的心味虽然影响到球球的追踪绕了弯路 但是小妞发现球球的追踪速度似乎比刚才快了许多 比大阵的距离越来越近 好 我所有球打了 哎呀 真想不到这鱼星也不管用 而且你在森林里跑那么快 这狗的森林里跑得比人还快 怎么那么快就找到咱们了 谁知道啊 转快转快 这怎么办 咱跑得先下面走吧 我这儿现在还有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专门驱狗用的 高频驱狗器 声音使物体振动产生在 振动越快 频率越高 人耳所能分辨的频率大约在二十到两万赫兹之间 超过两万赫兹的声音 人耳就无法识别了 而犬却还能听到 不过超过两万赫兹的声音 一旦传到犬的耳朵里 犬的听力就会受到影响 脚躁不安 迅速离开 驱狗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发出高频声波 达到驱狗的目的 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 咱们试试看 是它吧 宠物犬对去口气的反应十分敏感 显得十分畏惧 不断往后退 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 掉头就跑 那工作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没有反应啊 这个东西明明刚才对宠物犬有很大的反应 可是它完全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是我们是经过了这个 这一项科目的专业训练 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训练时 难度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难度 就是对这种声光以及这个炮响啊 都没有惧怕的那种反应 军宝队驱狗器丝毫没有反应 而且显得对这个新鲜玩意儿还挺感兴趣的 而宠物犬却撒腿就跑 那追踪大阵的球球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这么按就能骚扰他 对对对 就往那边就往那边按 就往那边按 好好看有反应有没有 经过几次尝试小宁发现 球球并没有被驱口气吓跑 地图上显示球球离他们越来越近 如果没有草丛的掩护 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发现 球球凭借着灵敏的嗅觉 始终跟踪着大阵行走的路线 但跟踪器却一次又一次的发挥着作用 让小宁和大阵总是能够掀他们一步 摆脱追踪 这是什么呀 看得出来吗 这是一个驱口气 拳头耳朵十分灵活 最多可转180度 20条肌肉控制耳朵的高度和角度 可以准确锁定声音来源 并将声波送到脑部进行分析 继续吧 走吧球球 由于球球受过专业的训练 高频声波并不能干扰他的追踪 反而给他提供了判断目标位置的依据 沿着马啸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阵的方向 为了摆脱追踪 他费尽心思 可是球球却越追越近 你看马上就要追上他们了 我们要做一个极限实验 我们心里在吧 威廉为净品 封闭器外 工作权挑战极限实验 太狡猾了这两个人 河水 服装 组断气味线索 最终能否继续 神探球球 原来如此 正在播出 在地图上小宁发现附近有一条小河 这让他想到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利用河流 鼓断气味线索 来摆脱警犬追踪的案例 那么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呢 看看 咱们就顺着这条河 往上走 人体气味的主要成分是酸内物质和醇内物质 这些物质都融于水 在静止或者流动缓慢的水中可以长时间的存留 但是快速流动的河水 融在水里的气味分子就会很快被冲走 不断气味线索 因此当选追踪到河边时 就会失去现作 来 谢谢 我叫什么好家伙 好家伙 怎么样到哪了是不是 在地图上可以看出 球球在追踪的过程中速度明显比大人他们跑的速度快 如果不赶紧走 即便是河水阻断追踪 马笑出他们在对岸也会发现他们 在崎岖的山路上 球球边闻边走很快就找到了河边 是这儿吗 往前走走呢 它要往下走了 下河啊 可能是吧 慢点 然而经过一番秀谈 球球却显得有些无奈 眼巴巴地看着河水找不到方向 看来这回大舟和小腻可以顺利地摆脱追踪了 看来是他们下河了 河里 对 太狡猾了这两个人 嗯 那怎么办呀 这时候就狗的话鼻子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就得看咱们自己怎么 我估计在河两边咱们都得找一找 它有一个明天有一个下岸的地方 还有一个上岸的地方 只要能找到这两个气味就又回来了 咱们去过河吧 我们找找 走 大正和小腻虽然利用河水阻断了追踪的路线 不过他们却忘记了 一旦他们离开河水上了岸 还会留下气味 因此刘同特地让球球注意河边的气味 不放过一丝线索 这段距离虽然只有十几米远 但球球却走得很慢 在河对岸的一块石头盘 球球突然停止了脚步 围着石头转了好几圈 似乎发现了什么 刘同觉得这里就是大正和小腻上岸的地方 而且马孝叔还发现地上有几个脚印 似乎是有人刚刚从这里走过 河水虽然阻断了气味 不过凭借训导员的判断 加上球球的鼻子 马孝叔他们又很快找到了线索 继续追踪 几次在球球即将追到大阵的时候 跟踪起都发挥了作用 让大阵和小腻顺利地摆脱了追踪 不过现在两人也是累得上气不结下气 再加上温热的天气 两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小腻觉得几次始终没能摆脱追踪的原因就是气味 不管是人海战术 金蝉脱鞘还是鱼星踏发 都是利用气味来掩盖大阵的气味 但是始终都会留下气味线索 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河水能够冲走气味 组断追踪 然而当小腻再次查看地图的时候 却发现球球不见了 都湿了 里面有东西 谁放的 这什么呀 原来过河后马孝叔他们发现了球球被心里的跟踪器 这不禁让他想起了当初在约定比试规则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细节 小时会不会太长 没问题 一小时没问题 不超过一小时 小妞你干嘛呢 别摸别摸你 这俩人招还真多 连追踪器都用上了 没关系 无所不用其极是吧 我给你关了 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球球 现在看你的了 走吧 走 找他们 可是大阵和小妞也意识到 跟踪器可能已经被发现 必须得观想方法 小妞的方法就是使用无菌服把人包裹起来 因为在医院实验室里的这种服装都是用来隔绝外界 与人体的接触避免细菌传播的 原则小妞觉得它可以把人体气味封闭在衣服里面 防护面具是靠活性碳过滤空气中的有害气体的 可以过滤人呼出的气体 哪儿动水啊 这边是园丁 阿姨听说咱们是做实验的还挺热情 往上哪儿冲啊 我帮你放着上 你去吧去吧去吧 就那里就屋里了 没人 找个嘎吶 跟这个拿着 一会儿洗完直接换上了 待会儿吧我拿不过来了 塌洗塌的 咱这边也不能闲着 你看啊我在这准备了一模一样的面具 还有防护服 一会儿啊我就要穿上它们 然后呢再到我们身上喷上这种去味的喷雾 还有在接缝的地方绑上透明胶 把这所有能出味道的地方全部都封锁在衣服里面 看它大老远跑过来 到底能不能闻见我们的胃 拜拜 待会儿见 这就是你说的无味出发 没错 现在我也穿了一胶 现在有两个大正 那这手露着 再搅 哎呀放心吧我都有准备 这不都有准备吗 先把这个带上吧 再把这个胶皮靠头上 为了彻底封闭气味 脚硬还用塑料袋包裹住大阵 裸露在外面的手脚 用胶带把接缝全都粘合上 最后再喷上除味剂 一个完全没有气味的大阵 单身了 为了能够帮助大阵摆脱追踪 小宁也用同样的方法 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好球球 在小宁和大阵忙活的同时 球球沿着气味线索 正一步步逼近大阵和小宁的藏身之地 红色的小宁包 对 他们肯定在里面 走 刚刚准备好的大阵和小宁 从屋子里一出来 就发现球球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冲过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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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来不及多想救各本东西 一个静置冲了出去 一个转向旁边的一条小路 一样的装束不同的方向 究竟哪个是大阵哪个是小宁呢 马小猪和刘彤也被这奇怪的装束 一下子给搞晕了 分不出到底谁是谁了 但是球就像是秀到了什么 竟只向正前方向的目标冲了过去 小宁和大阵想用无军服 防护面具等把自己密封起来 隔绝气味 摆脱追踪 那么这种方法能否有效呢 为了实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实验工厂里 胡雪征也准备了五个密封气味的密气罐 和五种不同的物品 对工作犬和宠物犬进行测试 韭菜花 芝麻酱 蜂蜜 酒精 八次消毒液 是这次测试的五种物品 它们都具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 可以掩盖微浸品的气味 再加上密气罐对气味的封闭作用 就是双保险 这种情况下 却还能秀坛出哪个棍子里有违禁品吗 这下我都不知道搁在哪儿了 我们实验台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看我们的宠物犬毛毛的表现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看来毛毛还是不行 咱们还是得请专业的工作权来完成这个任务 毛毛走 我们把爆炸物放在一个罐子里边 罐子里边放上不同的五种液体 这五种刺激性液体 在它的气温下 工作权能不能找到其中的爆炸物 咱们这个实验 也可以说对我们这个权的这个也是一种考验 因为它这个刺激性物比较大 因为我们这个炸药成分比较少 也就是它的气味已经压过于我们这个炸药气味 你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那先咱们试试 好 工作权的表现和宠物权确实不一样 一登场军宝就围着五个罐子使劲的蚊子 但是一变下来 似乎没有一个能让它产生兴奋的 是罐子把气味完全封闭住了 还是刺激性的气味掩开了违禁品的味道呢 在接下来的秀炭过程中 军宝显得格外的仔细 在闻到第四个罐子时 它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趴在旁边 做出了发现违禁品的动作 果然在这里面 这太神了吧 违禁品的气味被封闭得如此严密 工作权不是如何秀炭出来的呢 这个酒精里面啊 这个刺激味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你看咱们这个炸药呢 是少量的 军宝显通过这个秀闻以后啊 它会在这个大脑中啊 就是很快去分化 分化出这个酒精与这个炸药 它两个气味的 啊 嗯 找出这个炸药羞来 实际上 几乎是所有品种的犬 嗅觉都十分敏锐 它们的鼻子里有许多褶皱 数百万接收气细胞 收集气味分子 并把它们送到分析气味的巨大嗅球 让脑部不同区域进行分析 嗅球越大嗅觉就越好 人也有嗅球 但是就比例而言 全要比人的嗅球大几倍 甚至几十倍 可以分辨出几千米外 不足一刻的气味分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即便是小宁和大阵封闭的再好 在他们换衣服戴面具的过程中 也难免有一些气味分子留在外面 虽然人的嗅觉无法察觉 但这逃不过犬的嗅觉 不过球球最终扑咬的目标 究竟是大阵还是小宁呢 童童 咱们看看他是不是大象 童童 咱们看看他是不是大象 走 他写定又怎么接 你哪儿扯啊 哎呦 我还冲到我 天啊 你服了吗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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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阵和小宁想出了很多方法 不管是用气味来掩盖线索的人海战术 金铲脱桥 雨姓大法 还是用高频声音干扰犬 甚至靠河水 或是服装等一些特殊方法 来阻断气味 但是这些方法最终都没能摆脱犬 淋云的嗅觉 其实 所有的犬种几乎都是嗅觉的天才 经过专门的强化训练就可以分辨出指定的气味 球球之所以能够切而不舍地追踪完成任务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宠物犬经过训练是可以胜任工作犬重任的 怎么样大臣 怎么感觉 饿死我了 哎呦 伤上了 伤上了吗 你们这帮人帮我闹闹闹闹 你也像大伙 这什么呀 怎么去战争 怎么去战争 这种皇具 要不然 肯定得被他给他咬死了 谁还提前准备好了 那既然如此咱们回来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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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